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's go 斯洛伐克要GG囉 你好 傑克你好 來 傑克斯洛伐克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35歲四川人 35歲四川的網友 來 你想說什麼 你好 那個是這樣子啦 其實我們做一個大陸人啊 其實很早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台灣一直來搞台獨 我們以前那個 那時候還不太理解 因為共產黨很少 反正也不跟你交這些東西 一般我們就講 台灣是我們的寶島 台灣國民黨的歷史 然後至於 進來之後 台灣搞這些獨立運動 為什麼他們搞這個 其實大陸不講這個東西 是 所以我們自己去想 所以去查這個東西 然後 查這個東西呢 就是看了很多台灣媒體的一些報告嘛 還有一些討論節目什麼的 在我一個大陸人看來 台灣和我們大陸的關係 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地主家的大兒子和小兒子的關係 這個小兒子呢 他可能在他曾經 可能是被其他人 被他就是奴役 怎麼說呢 這個可能是不太好表達 就是說他可能有一段時間 跟這個家裡不是一條心吧 嗯 對對對 可以這麼說 有一段時間跟家裡不是一條心 知道了 知道你的意思 對 然後 然後 就導致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說 家裡情況不好的時候 他跟家裡不是一條心 家裡情況好了之後呢 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在大陸人看來 台灣和大陸關係屬於這麼一種關係 我覺得 很多 大部分大陸的人 想看台灣 他是這麼一個角度 曾經是一家人 家境不好 家境落魄的時候 可能 就出去了 然後 現在呢 反正也不是一條心 嗯 但是他也 沒有到達一個什麼呢 就是說 一個 相互仇恨 就是說 互相 沒法 沒法 擁有對方 沒達到 這麼一個 一個程度 就是 這個關係還有挽回的餘地 再大陸人看來 兩岸的關係 還有挽回的餘地 嗯 但是 就是 這個 最後到底 能不能最終回歸到一個家庭 嗯 這還要看那個 就是 對方的那個意願 所以大陸其實一直要等待 就是 嗯 一直在就是把那個 盡量的排除一些 就是影響兩岸關係的一些外在的因素 嗯 尤其是美日嘛 美日的一個 這個外在的一個因素 嗯 但是這個東西 嗯 就是需要時間 大陸本來 就是他 發展 就改革開放其實 幾十年 嗯 這個 嗯 還需要時間 所以 就 就 包括我在內的 很多普通的大陸人 其實很擔心 就是台灣在大陸 還沒有 就是把這個 有足夠的能力 完全的排除掉 這個外在的一個因素 之前 台灣自己先跳反了 嗯 啊 我們主要擔心這個 所以 對於這個 說句實話 好多人說 那個賴清德當選 就是是兩岸共同希望的 其實這個是個企劃 嗯 其實大多數大陸人 他並不說是希望跟兩岸 跟台灣打一仗 打一仗 對我們來說 嗯 就是怎麼說呢 你跟你曾經的那個 是吧 嗯 就是家大兒子能小兒子 是吧 可能孫子會被人打一架 有啥意思嗎 有啥意思嗎 是吧 解決沒有什麼問題 嗯 只要台灣不跳反 這是一般來說 大陸是不會動手的 所以 所以 我覺得就是 那個 像台灣的那些獨派 其實他們也是摸準了這一點 他們 就中國人還是最懂中國人的 嗯 是吧 嗯 像說這一套 他們其實心裡知道 就是只要 他們不做到最後一步 大陸一般是不會動手 嗯 但是 他們也在 對大陸進行一個 極限的施壓 就是說 我呢 不斷地試探你的底線 嗯 反正我 就是 不斷地往底線那邊靠近 嗯 在你 嗯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想找 就是有點像那個 賭桌上賭客啊 就是自己手裡面 哎 抓了兩個王 對面呢 他不知道對面有幾個二 是吧 嗯 他就想 用這兩個王 能不能 哎 把這些桌子籌碼去贏的 大概是這兩個意思 嗯 這個意思 他們就是 台灣的一個政客 在我看來啊 他們就是在 利用手上有限的一些資源吧 就是想做一個極限的一個 對大陸進行一個 極限的施壓 嗯 想利用你手上有限的資源 實現一個翻盤 嗯 為什麼台灣要做這個事情 嗯 我 我個人理解啊 台灣是 作為 中國一個 自古以來中華一個邊垂之地吧 反正 也不是 也不是說很 太早 其實是明朝之前 沒有太 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沒有太管理 台灣這片地方 是一個對相對於中華的核心為名的話 他算是一個邊垂 是吧 邊垂的一個省份 嗯 那麼 這片地方的人 他可能 歷史上就是多次被 外來的勢力 來進行那個 干預 或者說是被 被侵略啊 被留意啊 什麼的 那麼這個島上人可能就會有一種想法說 啊 歷史上啊 這個打我 那個打我 中央政府也不能說 啊 你看幾百年時間 是吧 沒有完全 所以我是有尋找我自己想要保證我自己安全的一個想法 是 我個人理解是這樣子的 嗯 好 我認為台灣 台灣人 最終想要尋求自己獨立 的一個 從歷史上來尋找答案的話 可能是這麼一個心思 好 好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是我自己 我自己看了一些 嗯 台灣的節目啊 包括 也看你的監訪啊 還包括一些 其他的一些節目 我 我自己總結出來的一個原因 可能好多人 我沒有提到這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從歷史上講 可能台灣就是 因為 多次的被 外來勢力 侵略 侵占 可能 很多小老百姓想 就是他跟中央政府 八個都打不著 是吧 天高皇帝遠 當我被人 被人 被人受傷努力的時候 你在哪裡呢 是吧 所以讓 乾脆你讓我回來 是吧 乾脆我還是自己管 我自己好了 好 可能是這麼一個想法 嗯 這種最低層的想法 促進 才促使了 就是有部分人 想要試同 要利用這一點來搞台獨 但是 就是這些 可能小老百姓 他這麼想的 但是呢 上面的人 就是他利用你這個想法 他能 他最終呢 是 實現他自己的目的 他並不是要實現你 小老百姓 我要自己 我自己的 這個意義 不是代表百姓的利益 對了 知道 是 就是 增渴的想法 增渴 比如像 那個台灣的好多政客 我也 好多節目的說話 他們其實有很多 有國外的身份 是吧 國外的綠卡 或者說 永居什麼的 嗯 什麼家人親戚 也都在國外 是 那麼這種情況下 他利用你台灣 本土老百姓的這種 想法 這種想要 我自己 我不要你中央政府 我自己 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這麼一個意願 但是 他最終 實現的一個目的呢 就是跟 對岸成為一個 敵人 成為一個 架爭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對 本地的老百姓 其實是一個 反而是一個 原目就是 就是 對 對台灣老百姓是不好的了 好 知道了 ok 好好好 謝謝你 那謝謝你 這個捷克斯托法克 謝謝你的分享 OK 謝謝 我就分享一下 拜拜 好 好 來 下一位 我要謝謝YT的 走 等一下 謝謝小乖寶 我來了 謝謝你 小乖寶 山姆都 媽自己聊天 都不幫我忙 臭山姆 幹 來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 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